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鼻咽癌在香港也挺常见 一年里面大约有1000个新症 而病发的高峰期就是大约40至50岁 鼻咽癌最早的病征就像陈先生那样 就是有中耳积水 而引致听力减弱 以及有耳鸣的情况出现 有一部分的病人会发觉可能在鼻梯 或者在口水里面有血丝 甚至可能在颈上颈有肿快出现 一个耳鼻喉科医生如果我们见到 任何的成年人有中耳积水 其实我们第一件事跟他做检查 就是跟他做一个内规镜检查 就是陈先生所说的黑色一条长长的东西 其实这个内规镜是由鼻哥那里伸入鼻烟里面 在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检查 陈先生或者病人的鼻哥 究竟鼻烟里面有没有肿快 或者有任何令人怀疑的地方 当我们见到有怀疑的时候 我们就会跟他做一个组织化验 所谓拿组织化验的话 可以是局部麻醉 或者全身麻醉 我们用一些活件的钙 伸入鼻哥里面 其实主要是在鼻烟里面 拿出组织 再去化验 看看是不是真的鼻烟硬的 其实鼻烟硬的治疗方法 主要不是用手术的 其实是用化疗和电疗的 其实在香港来说 治疗鼻烟硬也是世界知名的 效果也非常之好 初期的鼻烟硬治疗率差不多有八成至九成 所以我会建议陈先生 如果确诊了鼻烟硬的话 应该要尽快去接受治疗 千万不要说伪疾技衣 不去接受治疗 因为如果不是的话 如果癌细胞扩散了颅骨 神经线多的地方 或者去了脑部 或者去了骨 或者去了肺的位置的话 专程晚期的时候 治疗率就会低很多